一个两个像骨牌效应一样 少了前面挡风的 后面通通撑不住了 惊悚画面再看一遍 高雄强风狂吹 码头货柜整个悬空起飞 像是积木在空中翻滚好几圈 仔细看后面整区也已经东倒西歪 高雄港证实影片地点就在第七货柜中心 监视器拍下这一幕在社群上引发讨论 因为以40尺标准货柜来看 光是空柜也有将近四顿重 直接被吹翻可见山陀而锋利真的惊人 整排铁制鹰架同样被狂风吹倒 现场宛如灾难片场景 来不及移走的轿车也躲不过摧残 半个车身都被货柜砸中 更不用说这一片薄薄的铁皮 港口外围路数被吹倒 另一侧铁皮围栏四散 还不时发出碰撞巨响 山陀而从高雄小港附近登陆后 风力爆表 一度观测到破纪录的17级强阵风 致灾性风雨侵袭高雄 连货柜都难抵挡 金新闻谢嘉玲采访报道